如何预防尿毒症的发生? 孟梅霞,西安市第四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 首先呢,尿毒症呢,它就是说是各种肾脏损害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的一个最严重的这种状态 所以呢,首先我们要预防它,首先要从早期就开始 比如说,如果是原发病的早期控制,比如说高血压,我们要尽量把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 还有糖尿病啊,这些我们就尽量把血糖尿控制好,防止并发症的这种发生和发展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已经出现肾脏损害的话,我们就要积极地去治疗 饮食控制加药物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下,尽量地延缓肾脏的进展 因为肾脏病的,有时候它的进展是不可逆的 一旦进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不可能再逆转了 所以呢,延缓肾脏的进展也是我们有效的一个措施 另外呢,就是说,早期的一个预防呢 包括我们比如说是生活规律饮食,还有我们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调整 还有我们平常注意保健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有效的措施 专家提示,一,预防应从早期开始,如高血压应把血压控制在正常值,糖尿病要控制好血糖等 二,如果已经出现肾脏损害,就应及时就诊治疗,饮食控制及药物治疗 在医生的指导下,尽量减缓肾脏进展